5月8日电视剧烈火如歌在巷山开放媒体谈判 主演周玉敏,迪丽热霸张冰冰,刘瑞玲等演员齐现身 烈火如歌讲述了烈火山庄的继承人 烈火如歌于在他生命中扮演不同重要角色三个男人的故事 既然是被三个男人追不晓的帅哥们都是使出了什么样的招数呢 采访中谈到追求如歌有何秘诀时 周玉敏搞笑的表示全凭脸皮厚 虽然各种被拒绝还是一心对他好 脸皮够厚 不管遇到怎么样的拒绝都死皮赖脸的一直缠着对方 有意无意的身体的接触或者是眼神的对视 都会告诉对方说我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追求你 至于彬彬和瑞玲的回答 只能说如歌的选择那不是显而易见了吗 没对我好过 对他就没对我好过 就种了一片荷糖之后就什么都没有 对其实是因为很多那个家族的一些仇 家族 所以不可以喜欢他 所以其实也没有对他做之前的很多 但是就是有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生病了 跟他偶遥 就其实是就是这些东西 蛮人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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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对方 对啊他们两个都是健全人 我又不能走 我也听不到 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俩最后一起长大吧 所以如歌很多事情会比较习惯依赖我 这点可能我比他们俩强一点 大概吧 系里如歌对银学有好感 戏外热巴看到自己的 偶像更是大呼自己被帅到 我不会说小时候 我不会说小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有看那个流星花园吗 所以在他面前会不自觉地唱那个 陪你去看流星 然后唱唱唱唱唱到一半 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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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能唱 这就就就觉得有一种 小时候的 就有一种 电视机里的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感觉 乐图社狠电报道